眼前一幅幅的书法作品就沿着墙边展出 这是位在万里区的新北势力图书馆万里分馆 从民国96年开始 当时的馆长将图书馆的内部改建一部分作为艺文走廊 不过对于许多艺术家来说 来这里展出不只是偏远 展出费又少相对困难 不过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到现在也顺利的吸引许多艺术家作品的展览 而目前正在展出的云星自在孙福生书法各展 将会一直展到六月底 因为万里分馆是未处偏区嘛 那实际上艺文的推广真的是比较不易 那96年我到万里分馆之后 那时候我们的展览是华人问津 这个展期比较特殊的是因为 这个你会看到它全部都是模领的 模领的书法 这个展出着孙福生 我们都称他老师 他其实这样的一个书法作品 他只学习了一年 他是基于他从小对书法的热爱 但是一直都没有启蒙老师 然后到了直到他87岁的高龄 然后他开始很勤奋的写 一幅一幅的作品就这样产出 眼前的书法字体写得相当端正 而图书馆主任表示 这可是一位87岁的阿嬷及书法家 从没有老师教到自己摸索的过程中 所写出来一幅幅的作品 而内容有些是孙福生在这一年多以来用心呈现的 图书馆主任表示 其实来到这里不只是看书借书还书以及参加活动 更希望借由艺文走廊每一次不一样的艺术作品 让来图书馆的市民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艺术元素 也让万里更有人文与艺术的气息 记者许端一万里采访报道